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俊玲老师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又来到大家最喜欢的 时尚101的时间啦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牌子 其实是非常多的网友 都希望我可以介绍的一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也是非常的神秘 好让人摸不透 今天要介绍的品牌的历史就是 艾玛士 Hermes 它是如何从做麻具的品牌 然后进而发展到 丝巾女性的手带衣服等等这些 到最后开发出了十几种商品 最后呢它在现代成为了 时尚精品界的龙头 艾玛士的创始人名叫做 迪艾里艾玛士 那在那个年代啊因为还没有汽车 所以马是一个 大家所使用的主要的交通工具 所以人呢都是以乘坐马车啊 还有骑马来做代步 其实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啊 有钱的人呢他们都喜欢买客制化的跑车 那以前这个年代在法国的贵族啊 这些有钱有势的人 他们都喜欢呢把自己的马车呢 装饰了非常多精致的配件啊 还有做很多不同的特别的装饰 因此呢这个迪艾玛士 它就将自己定位在帮贵族 还有这些名流们 制作精良然后兼顾的马鞍 马车的用具啊 各种不同跟马车相关的配件 于是呢它就在1837年的时候 在巴黎成立了第一间自己的 制作马具的车间 开始在为欧洲所有的贵族们来做服务 但因为呢这个创始人呢 他对于品质非常的坚持 导致呢他的产品 必须要花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才可以做得出来 那很多贵族就觉得说 哦我不想要等啊 也有些贵族就觉得说 哦你这个东西啊就退流行了 因为没有跟得上流行的趋势 所以他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呢 并没有得到这些贵族的喜爱 但是呢迪埃里爱马仕呢 他发明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缝纫的方法 就叫做双针马鞍缝法 这个针法非常的坚固啊 因为它是双面在缝的 所以如果今天呢 有一面的线如果断了 另外一面都还是可以 让这个马具固定住 然后不会散掉 刚好在1842年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法国的路易菲利普国王 他的大儿子 叫做奥尔良公爵 有一天他就坐马车出去 那他坐的马车呢 是没有棚子那种就是开放式的 然后结果他出去的时候呢 马具又松脱了 所以导致他翻车的时候 摔得很严重 然后就过世了 那因为这次的事件呢 让这些贵族意识到 他们必须要注意马车的安全性 也是因为这个样子呢 这个创始人他制作的马具呢 就因为非常的坚固啊 非常的耐用 而让他呢 在这个马具的业界呢 脱颖而出 就开始得到很多贵族的信赖 也从此之后呢 他的业务就不断的增长 但是因为他还是对于产品的 品质的坚持 所以呢他就希望说 哦还是要慢慢的 把这个产品制作出来 所以让很多很多的贵族呢 一直不停的在等 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 爱马仕的状况 就是叫饥饿行销 因为他呢就是供不应求 很多贵族呢 就要花更高的价钱 去买这些马具啊 还有这些马具用品 OK 当创始人过世之后啊 在1880年呢 他传给了他的儿子 叫做查理爱马仕 然后呢他就把爱马仕的店啊 签到这个现金呢 我们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 这个福宝大道24号 所以他就成为了爱马仕的总店 那这个查理爱马仕呢 开始呢就把爱马仕这个品牌呢 推向了国际 然后呢也不停的再出了许多多元化的商品 不再只是马具用品 他还出了就是大家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 爱马仕的第一个包包就叫做Hack 这个包呢就是拿来专门装马鞍所设计出来的包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这个第三代的传人了 那这个第三代的传人就叫做艾米尔莫里斯 爱马仕 他呢也让爱马仕这个品牌整整大大的推向了国际之外 然后也提升到了整个品牌的巅峰 有一次他去美国出差参观福特的工厂 就看说诶 这福特公司他们是怎么样子的在工业化生产这些汽车的 看完了以后呢他并没有因为工业化的发展而感到说 哦我应该把我的品牌也开始变成像这样子的形式 他觉得我们的产品还是坚持要用手工的方式来制作 才能达到产品的水准 经过这次的旅行 他意识到说有一天汽车会取代马车这件事情 如果今天爱马仕还在继续做马具用品的话 这个品牌就即将会衰落 所以他开始不停的发展新的商品 他在这个旅程当中他又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叫做拉链 那拉链呢其实是美国的一个瑞典裔的设计师发明出来的 那这个艾米尔爱马仕呢他就把这个拉链带回了欧洲 带到了巴黎然后注册了专利 把这个东西呢用在他的衣服上面 因为他是第一个人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当时呢非常非常有名的叫做 Hermaze Zipper 在法国呢整个流传开来 然后造成了非常大的话题 最最最有名的就是他用了这个拉链呢设计了高尔夫球外套 那他是为谁设计呢 就是那位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爱德华巴士 那这个外套呢也是第一件有拉链式的外套 到了1920年代的这个艾米尔呢 就开始不停的发展新的产品啊 其中包含了女性的手袋就是hand bag 然后呢还有丝巾啊 而且他不断的就是在往美国来发展 他并且呢还邀请自己三个女婿呢 来帮他经营这个整个事业 那最有名的就是这位Robert Thomas 然后在1935年的时候呢这个艾米尔 他设计了一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包包 叫做Kelly Bag 然后呢他为什么为他老婆设计呢 是因为他老婆一直在conference 都没有一个就是很方便的袋子啊 然后可以让我去使用它 所以他就把它设计 那这个包呢大家也知道 后来为什么改成叫Kelly Bag 就是因为来自于Grace Kelly 他就嫁给了摩纳哥的皇室 他那时候怀孕 就用这个Kelly Bag呢 把自己的肚子给遮住 出现在了那个杂志上以后 从此以后大家就疯狂在讨论这个包包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 这世界上第一款的拉链包叫做Boli 是为非常有名的汽车品牌 Bogati设计的拉链包 那是因为他们说那时候他们的车子中间呢 没有可以装东西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拉链包 放在那个地方 让他们可以放东西 再来1930年代的时候 他们开始跟瑞士的一些制表商合作 这些瑞士的制表商就做手表啊 然后爱马仕就做表带 然后到后面呢发展 就变成直接爱马仕呢 就把一些制表商给买下来 然后他们就自己开始出手表 所以后来呢他们又发展出了手表的部门 还有当时最有名的小猪鼻系列 这个手环也是在那个年代 产出来的经典的产品 这个手链的灵感呢 就来自于有一天 那个Robert Domiton走在海边的时候 就看到码头有那个船的那个锚链 那那个锚链呢 就是变成说 这个是他这个手链的灵感 到了1945年了 因为这艾米尔他爱马城池 他呢就将爱马仕的logo重新设计 那他的灵感来自于19世纪的这位法国 画家叫Alfred 那他所做的这幅画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幅画呢 其实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爱马仕的商标 几乎是一模一样 最后呢他就把这经典的logo呢设计成这个样子 到了1950年艾米尔过世了呢 爱马仕第一次呢把这个品牌传到了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的手上就是Robert Domiton 那Robert Domiton 其实是爱马仕的女婿 但是因为他可能非常有能力 所以他们就把它传给了他 那这个Robert Domiton 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他在接掌品牌以后呢 他开始出了香水啊 西装啊 鞋子啊 瓷器啊 这些产品 然后他又是一个著名的丝巾的设计师 所以呢他也将爱马仕的丝巾发扬光大 然后推向了国际 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呢 爱马仕在时尚界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但这个Robert Domiton 在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呢 爱马仕他的业绩就开始下滑 但是在他任期期间呢 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经典的商品出现 比如说走红的凯莉包啊 跟Constans这个包包是设计师呢 他用他女儿的名字来做命名的 这几个包呢 就是在这个Robert Domiton 他任期的时候出产的经典产品 接下来爱马仕这个品牌呢 又回到了爱马仕家族的手中了 这个老板呢 他就是设计鼎鼎有名的 薄金包的这位John Louis Domiton 这个故事呢 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他有一次在坐飞机的时候 遇到英国的一个女性叫做 Jane Burkin 那Jane Burkin呢跟他抱怨说 诶我都没有一个就是让我可以旅行用的包包 然后很大可以装我所有的东西 于是呢这个John Louis Domiton 他就设计出了 我们现在炙手可热的这个薄金包 那这个总裁呢 其实他也非常的聪明 他为了要拯救整个公司的业绩下滑的问题 首先呢他把他们家的产品呢做整合 分成三大类 一类是成衣 然后还有皮件 跟四巾围巾 然后再来呢 因为薄金包这个设计 然后大卖嘛 所以他就开始乘乘追击 他就整合了他的商店 然后对商品的塑料 要进行非常严格的控管 他就是这个开始饥饿行销的 John Louis Thomas 导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配货的原因 因为他把炙手可热的商品数量减少 让整个市场供不应求 所以就变成很多人为了这些包包 趋之若鹜 那在外面的市场价格就会飙涨 或者是大家为了要得到这个包包 可能就会开始去购买他们其他的商品 其实呢他呢就是延续了当初这个爱马仕的创办人 对于品质的减持 那不愿意就是为了需求而去生产很大量的产品 所以也导致为什么这个品牌今天可以称为车食品界的龙头 那接下来1997年呢 这个爱马仕呢 开始雇用了非常具有话题性的设计师 叫做Martin Margiela 然后2003年的时候 他也雇用了一个有名的设计师 叫做Jean Paul Gardier 那最后呢2006年的时候 这个Jean Louis的儿子叫Pierre Dumas呢 就接管公司 依旧是保持就是他父亲的这个饥饿行销的手法 但是呢他又赛用了和业界的艺术家合作 创造出了很多非常特别啊 独特性的限量商品 让整个产品呢 看起来又更年轻活泼更有趣起来 他们还是依旧呢 顶着这个家族企业的名气 叱咋的整个奢侈品的市场 就连呢这LVMH啊这个集团 他们用了不知道多少手段 想要把爱马仕这个品牌给买下来 让他们就两家公司打了非常非常多的官司 然后接下来蛮多的梁子 那之后有机会呢 我可以帮大家整理这个精彩的故事 再来讲给大家听 好啦那今天呢 俊宇老师所介绍的时尚101爱马仕的品牌历史故事 就到此结束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影片哦 还有啊俊宇老师呢就是有发现说 80%的观众朋友呢都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那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观众朋友呢 也给予我一点的支持 帮我按一下订阅哦 你们也可以留言问我问题或者是按赞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